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特别糗 你知道当时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 这样子是一件很糗的事 这个真的是要反正鼓励一下 而当被问到两人是否发生过关系时 她的回答不尽耐人寻味 关于赵薇的那个问题 你猜 反正我就跟你说 每个人都有一段非常美好的过去 哦 哦是啥意思 啊 那段过去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 愿意把它埋藏在我的心里面 但是因为 种种的原因 就大家已经 就是知道了一些 但是更多的事情 我还是会把它埋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让它变成我一段最美好的年 谢谢 或许是以身为人夫的关系 邓超和佟大为并未跟风自保大学恋情 只是分享大学趣事 中系毕业的邓超 回忆起一考试的情形便滔滔不绝 考中系下了 反正就是 朗诵 一个段子 满江鸿 穿歌 铁道游戏队 一首歌 对 铁道游戏队 铁道游戏队 然后 我带着唱点评 我先把这个故事顺下来 然后 形体是找我妈的一个同学 诶 怎么叫骂人 我妈 我妈妈的一个同学 然后 她是教 也不是很专业的艺术系统 学了半个小时 就类似于那种 因为说 你都快起来了 你就别光说了 评论一下 不是考学都得挑那种很高雅的 什么民族啊 或者芭蕾 对芭蕾这种 就那种 就我们那种扭啊 就属于很低俗的 哈哈哈哈 我只会扭啊 只会舞厅里那种 就是那种 谁看起来都说 哇 你这些社会上的人 你不行啊 然后呢 就学了一个那种 bipose 前奏要很长那种 啦啦啦啦啦啦 好 一是二是三是 一是满江红 唱什么 铁道游戏 啦啦啦啦 然后跳什么 跳完了 二是 念什么 满江红 唱什么 啦啦啦啦 起来不去啦啦啦 到三是还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那个金浩老师叫高锦丸老师 也是龚立大老师 然后他看 一直 就是我在唱的时候 他一直就在这边上 考官就 然后 这边说 特别高兴得 注意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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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越发了很头股的去 然后 好 唱完了吗 唱完了 男子过来 我心里全是考却的学生 走到面前 就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牙缺了一块 你还敢 你看我说什么了他嘴歪吗 他让我过来 你说他嘴歪吗 你刚刚老师是这个类型的吗 对 他注意到我了 他们注意到我了 因为我当时磕了磕磕牙 一笑起来嘴显得怎么办 他就是为了要向其他老师证明这一点 对 另外听闻邓超说读大学吃自主餐的疯狂后 同道为立马贡献食堂打饭力绝 我们打饭是 中国是一两饭一两饭药 没错 四次要四次一两饭比四两多 影片中国和我人讲述的是土鳖海龟和凤青三兄弟创业的屌丝逆袭的故事 且被网友称为三币南青年版至青春 据悉该片将于5月17号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